嗨喲 聊世紀 天天榮心 大家好 我是Ryo 今天來看無法預期的衝突 這場比賽是 Viper對上塔套 那這場比賽呢 很特別喔 開局就是3TC啦 這個開局3TC 很有趣喔 而且這個打法呢 是個要塞一樣喔 這個要塞呢 一開始有這個10強喔 還沒有這個劍塔 那中間呢 也有一根城堡 一上城堡時代 就可以成寶兵喔 那這個地圖呢 還有這個4G模式喔 大家都有自己的國王 國王 胖嘟嘟的 可以走來走去 那這個國王呢 只要被擊殺掉 遊戲就輸了 但這個遊戲開局呢 一開始都會拉這個國王 去探地圖喔 把這個地圖探一探 去找野外的這個 馴服的動物喔 回去喔 給隊友吃喔 那這個魷魚是一開始就3TC開農了 所以打法是相當特別喔 大家你不要先趕快把這個3個城市中心編對起來 然後趕快產村民 吃肉啊 趕快讓自己的肉類穩定起來 3TC迅速開農 那我覺得這個比賽蠻特別喔 3TC速開農 好 那這邊 塔塔這邊也是吃野豬 然後啊 趕快去補這個肉 讓自己的3TC 不會TC delay 那這邊有個細節喔 你看這邊 塔塔這邊居然在伐木啊 一伐木這個城市中心的閒置來到了50秒 聰明差距已經被打出來了 29對31 其實不應該去這麼找伐木的喔 就白粉的肉馬怎麼在這裡啊 這個肉馬有機會逃生 走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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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走斜了 OK 逃了 默默的走斜了走回來了 好 那塔塔這裡是33村 對上37村 村民差距來到了4、5村喔 白粉前期的經濟分配喔 做得更好 好 導致於白粉 即使對方的意志村民都沒擊殺掉 村民優勢喔 卻已經打出來了 好 這邊先趕快升到封建時代 是兩邊的目標喔 37對40村 那塔塔這邊的城鎮中心閒置來到1分13秒 好 那待會下方這個位置喔 會相當關鍵喔 這裡兩邊的TC都很接近喔 那待會以上的城堡賽 白粉也可以直接在前線 補工程器製造所 戰象快攻喔 配投石車生旅 這個孟加拉戰象配生旅喔 還有投石車是一個很強大的打法 其實會比較害怕對方弱馬 所以如果意大利人塔塔遇到這部打法 全出弱馬就打得贏了 那孟加拉人這邊是可以轉一些反制單位喔 例如這個槍兵之類的 稍微戳一下也是OK的 好 那不管怎麼說 3TC開弩的情況下 升到封建時代通常都可以直接黑跳塵喔 這個經濟資源相當好 跟遊戲十幾分鐘喔 兩邊都已經城堡賽了 跟封建時代兩邊都不會打 直接黑跳塵 然後再馬上跳到帝王 也有可能是這種打法 直接從黑暗時代迅速飆到帝王時代 我們來看一下兩邊會不會這樣打 好 這邊買盒58吋的時候點下了封建時代 好 現在點下了織布 兩邊都是3TC正常開弩 因為大家要知道 誰黑暗時代開打 誰就劣勢喔 不如3TC穩穩農 好 這裡一分鐘升級上去 好 這裡是五隻村民 好 這裡防空場要再補一個了 這裡有點遠了喔 整個白河想要挖穿這裡喔 整個位置 好 那白河這裡是先點下一劑伐木 然後四級兵工場 趕快補一下 好 補完之後點城堡賽 黑跳塵很順利 好 跑到這裡也是 黑跳塵上去 好 這邊還先點了一劑伐木 好 升上去 一劑挖石 農田要趕快點 好 一農也點了 兩邊都是一個黑跳塵 那城堡賽會開打嗎 還是直接黑跳塵 然後樹地呢 好 這裡很關鍵喔 這也是這張地圖 兩邊的打法的一關鍵點 只要有一方搞錯重點 或是戰術策略錯誤 可能就被壓制住 會很難打 哇 這個資源看起來是可以 黑跳塵再跳地耶 哇 真的是要這樣打喔 哇 Viper這個有點兇 經濟有點好 好 升到城堡時代 直接升地龍時代 那塔塔這邊是決定插寶 然後再去升地龍時代 開始打一個帝王壓制 好 Viper這邊升地好快 可能15分鐘就帝王了 好 這邊村民開始有被擊殺了 热奈亞弩手也出來了 這裡只能撤 不能回頭 哇 這邊戰車被热奈亞弩手壓制得很慘阿 热奈亞弩手打戰車有額外增傷效果 這個被射到會爆血了 趕快撤 趕快撤 打正面打不贏 那這隻士猴還在追阿 這裡要進去了嗎 好 這裡帝王斯代還有20秒 15分鐘帝王的世界冠軍 太扯了 這個 再不愧是世界最濃的男人 Viper 農法相當扎實 好 電龍時代以上 巨型投石機 趕快拆除作業 這裡有相當多的違建喔 趕快拆一拆 這個TC可能有點難爆了 後面可能要再補一個新的神聖中心 3TC繼續農不下 但是現在要趕快攀科技了 現在孟加拉人 打法還是比較偏向於打相公佩洛瑪的路線 這個打法遇到義大利人其實蠻難打的 原勒娜弩手可以直接屌癡 輕騎兵跟相公 所以孟加拉人的另外一個打法 就可能要選擇了 我想一下 孟加拉人選擇打法其實也是不多的 不然就是要走強弩阿 走強弩會有料阿 平常都是走戰車路線阿 但如果不走戰車的話 就只能走相聰沛生旅阿 不然就轉這個戰毛兵吧 但是義大利人又有傭兵阿 所以 VIPER打義大利人 其實是有點卡卡的 不太好打 轉戰毛兵的話 暫時會比較能夠應付一下 現在勒娜弩手的情況 那如果待會塔塔直接鬼轉 用兵出來戰毛兵也會被砍爛 那孟加拉人這邊會顯得比較被動一點點 畢竟他這個文明是沒有火炮的 但是義大利人有火炮火槍資源減免 火炮量產速度也很快 整體分析來看 義大利人是比較擁有主動權的 是比較能夠有掌握地圖的主控權 好 想到這個城堡要被拆掉了 好 VIPER這邊果然是轉出了戰毛兵 戰毛兵先轉 戰車直接被秒殺 13隻的勒娜弩手 輸出極高一發一隻 這裡絕對不能轉戰車了 好 果然VIPER也是要轉強弩阿 OK 看來我們的分析還算是不錯的 這還算是有對應到 好 三個修道院果然也是要打僧侶 因為孟加阿倫他的打法選擇就只有這些而已 他也不可能打步兵 他的步兵只有這個二級步兵鎧 要打也是打槍兵而已喔 稍微防下落吧 但是如果VIPER這邊打強弩的話 可能槍兵數量可以不用出那麼多 然後僧侶給對方最大的壓力就可以了 好 塔塔這邊的話需要更多的火炮 才有可能阻止VIPER繼續進攻 還好這裡火炮很便宜趕快量產 好 看到火炮了 那VIPER這邊反制火炮的方法也很簡單喔 只要轉出救贖思想跟印刷技術喔 就可以去招強弓城蟹了 那最好是可以再點個什麼神聖思想 增加一下僧侶的血量 當然才可以扛住一發火炮的傷害阿 火炮是40滴一下 所以打僧侶的話要兩炮 如果這個神聖思想 好 VIPER這邊是點下了三級射 二級 農田 工兵鎧甲待會要補一下 好 但是現在這個情況就很麻煩 趕快點一下 好 救贖思想點好了 趕快點印刷技術 宗教皇樂 這樣就可以追上火炮了 好 塔塔這邊是品種 奔動技術 二級馬鎧 果然轉肉馬了 應該是轉肉馬 不可能轉什麼重裝騎士之類的 這個情況轉重裝騎士 CP值我覺得不夠高 不如直接打傭兵就好 那如果要用到騎兵的情況下就是轉大肉馬 意大利人這邊是有大肉馬 三級馬牌 三級公 還有品種 全滿的肉馬 肉馬的CP值相當高 打孟加拉人的僧侶是相當適合的單位 好 來吧這邊直接一分為二 用戰毛兵去走野外 探地圖 這裡強奴走正面 看能不能急殺掉 但有點困難 好 這裡怕血也終於補下了 強奴這手也可以補囉 400多肉 OK 點下強奴 好 三個修造院 產生旅速度其實蠻快的 好 那目前看到Viper 這邊是轉出了騎兵鎧甲 看來也是想要走一些肉馬路線 但孟加拉人的肉馬比較可惜喔 他的肉馬打一般的工兵是沒有加傷害的 只有打這個戰毛兵才有 所以這一肉馬頂多是出去騷擾一下 打村民喔 可能會很有用 但是打對方的正面主力喔 效果就是一般般 沒有太多的優勢 好 這邊三隻僧侶往前招翔 好 五隻 這裡還有兩隻 直接躲掉火炮的炮彈 拉走之後繼續招翔 給他們最大的壓力 招到一台火炮 這裡火炮壓制得非常好 第二台第三台 哇靠 三台火炮全部被招翔掉 正面直接使用戰毛兵 已經點掉了非常多的熱耐弩手 熱耐弩手直接被打回原形 完全扛不住 但是大洛馬一出來 viper這裡就難受了 現在沒有槍兵可以坦啊 趕快要按更多的強奴去解肉馬 會更有效率一點 好 這裡解肉馬最好的方法 就是槍兵或是強奴 這兩個東西都ok 好 補王稍微移動一下 好到了城中心裡 兩邊都是放在TC附近 好 這邊viper決定是要轉出 裝精銳毛相夫 三相之力要來了嗎 那孟家人的話 為什麼叫三相之力呢 因為他的大象有抗招翔 抗額外增傷 而且還有增加自己的攻速 所以是三相之力啊 那這個三相之力呢 熱耐弩手射下去 確實也沒那麼痛 所以打一個前排坦克的話 毛相夫確實是最佳適合的 好 但是對方洛馬應該是不會想打正面的 既然你正面這麼強 那我就逼低你家 看可不可以多逼低一點 好 這裡玩打個BD 這邊看到蓋城堡喔 火炮掌了一發 今天有打到後方的C型頭司機 Lyper陷入了焦灼戰 這裡有點焦灼啊 好 這邊稍微拉扯一下 孟加爾點下了槍兵 三級馬鎧 三級馬鎧 二級攻 大洛馬下來 看到 BD這裡有很多村民 抓了吧 好 這裡後方村民被抓掉 BD要趕快灑更多農田 家裡的這些 洛馬還在漏 完蛋了 BD這邊有點慘 哇 這個村民死傷了一點多 而且正面也沒有辦法繼續往前推耶 哇 村民已經死一片了 BD這邊村民速度下降得非常快 這些大洛馬的成效非常的好 洛馬移動速度夠快 大象海追不太到 火炮掌了一發 他正面部隊也被火炮輸出到了大碗的輸出 這邊親起命要直接上前了 直接上前硬吃 把所有的生鋁吃掉 Live這邊直接前線爆炸 好 但是現在有毛相夫出來談 這邊大洛馬應該只能再拆個幾隻生鋁 或一兩台的巨型透視一隻極限了 一台 第二台巨頭有機會嗎 有 第三台 OK 反正是一兩台而已嗎 OK 一兩台而已 好 巨型透視機最後只剩下兩台 那現在沒有生鋁 火炮就可以進行輸出了 直接點掉火炮了 這一台 這一棟城堡殘血復活 好緊繃好緊繃 好 這是家裡的洛馬問題 還沒有解決完 VIPER的村民數量只剩下90村了 經濟有點爆炸了 好 好 這一波工程不是很順利 原意大利人這邊又有更多的主動權 好 現在孟家人顯得有點尷尬 哎呀 這邊進攻反而讓自己的經濟炸開了 要不要再繼續補一些TC 把村民數拉回來呢 經濟不是很好啊 而且現在家裡一直用槍去防守 防守的效益也不是那麼高 好 可能要轉個槍兵出來吧 會比較好擋一點 好 那這裡看起來VIPER要稍微回動一下 生鋁也在暗了一些 孟家人本身也是有擊兵的文明喔 這裡轉槍兵肯定是比較好守家的 不然就是要在家裡多插城堡 但是現在石頭也不是很夠用 這裡有在挖 這裡補了一根城堡 這裡也是 比較偏遠地區喔 放一根城堡就安心了 這裡也有石頭可以挖 好 現在塔套到處看一下礦點資源 這裡野外稍微繞一下 看有沒有偷偷挖資源 好 正面再次進攻 基達利人決定往前 有勒納娜弩手 配上戰毛兵 航前線 用戰毛去一隻一隻的把生鋁給點掉 好 看到生鋁在點掉 戰毛兵點得很開心 但是看到後面大象過來有點難擋 三項之力 航勒納娜弩手 還是有點痛喔 哇 勒納娜弩手的額外增傷效果還是很好 好 三項之力 看起來是扛不住 好 這裡開始轉肉馬了 所以肉馬打戰毛兵好痛 OK 肉馬轉出來 砍爆這些戰毛兵很舒服 但是現在Viper要回農的關係 所以現在肉 命不是很夠 清洗兵只能按個幾隻 就要趕快再回農一下了 臭名數依舊不夠 好 現在塔套一直是以滿200人口 進攻的方式 Map這邊村民數只有93吋 人口數一直不滿180人口 雖然是剩下只有166而已 好 這裡肉馬看到生鋁 直接往前抓 趕快躲到城堡裡面 一隻生鋁倒了 第二隻也倒地 好 但這邊站大象也是在對村民 但這邊村民其實死傷並沒有很多 好 火炮想要上前 但是看到聖女往後撤 聖女直接被熱娜的弩手給點掉 前方強弩開始輸出 強弩的射程比熱娜的弩手還要多一點 但是巨盾來說多連一點遠防 所以暫時能彈 但是遇到太多的強弩還是彈不住 這毛兵開始往前壓制 後方的火炮繼續輸出 大方的大肉馬過來了 要抓掉這些生鋁了 生鋁要被包 但是結果直接往後繞幹 從正面去繞幹對方家裡 這個有點... 明目張膽 敵人就是我要去逼滴你了 經過經過經過 這種感覺 還以為還是要抓生鋁 好 麥克爾這邊用清奇兵 也順利抓掉了一些塔套的村民 現在義大利人村民數也下降到了 剩下109村 後方的清奇兵也是做到了很多事情 兩邊的村民數都明顯下降 好 麥克爾奈亞奴手數量來到了19隻 好 繼續轉麥克爾奈亞奴手 火炮也要繼續產 義大利人這裡打孟加拉人真的是比較好打 孟加拉人這邊還要等生鋁遭翔 才可以反制火炮 而且義大利人大肉馬確實也很坦 讓麥克爾這邊打這個肉馬 處理的效率並不是很好 好 中午點下了銀罐嗎 他突然想起來 勒娜奈亞奴手可以點銀罐 好 銀罐點下 這裡銀罐點下之後 然後防武力來到了五點 近防武 遠防武 強無射下五地 好 後方的巨型頭司機 輸出得很開心 迅速拆到這根城堡 麥克爾這時候點下了三攻 但是支援量還是不是很夠 村數只有108村 卡到這邊回弄到了118村 這邊這波進攻打的壓力非常大 好 生物被打噴出來了 勒娜奴手 數量沒有消減掉太多 這邊轉出了更多的肉馬 但肉馬有點打不太贏 現在大肉馬直接衝到了後排 火炮直接斬了一發 大量火弩兵直接死去 火炮克攻兵 就是這麼一回事啊 好 這邊生女終於有機會 可以招響火炮 第一台火炮招響第二台 剛剛招了兩台火炮 但還有三隻生女在後方 好 這一個生女 應該來不及招響掉這隻火炮了 好 後面的巨型頭司機還是進攻 但是麥克爾打錯了GG 我們恭喜塔特拿下比賽的勝利 哇 麥克爾這把也是打得有點尷尬 但一波被弱馬騷擾到之後 村民術一直拉不起來 雖然他這邊有經濟 但是孟加仁這邊打義大利 真的就是不好打 塔特這邊又有更多的文明優勢 好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那經濟的部分 是由塔特最後拿到資源上的勝利 贏了大概5000資源 軍事來到了1.29KD 好啦 那麼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囉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når規見 還有影片 說到很明顯